我必須解釋一個誤解, 有些人會說, 噢,我有很大的重擔, 我背著很大的實際教。 但是,實際教不是突然發生在你, 例如,我病了, 例如,十字架, 或有些事情, 這並不是實際教的。 實際教是你有意的, 背負著實際教。 我背負著實際教, 我背負著實際教, 我知道, 我愛另一個人, 但另一個人恨我。 但我接受, 而並不向另一個人趕走。 我繼續愛這個人, 即使這個人恨我。 即使這個人恨我。 這就是你執意要來行, 即使是由你的自由意志來選擇的。 而,其他人恨我。 每個人都可以感受, 這就是實際教。 這也是來自神的師父。 我們每天都經歷過很多次。 我曾經經歷過, 我從大學生學生學生, 我曾經經歷過的。 我曾經歷過的。 我曾經歷過這十字架, 我曾經歷過這個課程, 這是一個大的傷害。 但是這也是愛。 我尊重對方對待我。 這也是我的權利, 我可以背負的十字架和愛。 我們必須要記住,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, 在十字架上擁抱。 今天耶穌不是說, 如果你們想要跟隨我, 走在我身旁, 就說要跟隨我, 因為祂為我們愛的十字架, 我們要跟隨祂。 並不是說走在祂旁, 是因為跟隨祂, 祂是背負著十字架。 你們知道, 是非常重要的, 因為耶穌所背負的十字架, 並且在我們手上, 並且在我們手上, 並且在耶穌所背負的十字架, 並且在祂展開的雙力, 藉著祂可以到神的國。 我們不能單獨去到神的國。 我並不能單獨去到神那裡。 這是正教與其他基督教的不同的思想。 因為, 我會朝向神那裡, 與宇宙萬物, 與其他弟兄弟們說, 這就是為什麼你們來到這個教會, 來領受聖餐, 從同一個盒子, 同一個湯匙。 如果您去天堂, 您知道, 這會是因為其他人。 您不能說, 這是我和神。 現在, 您的關係是您的問題。 如果, 這是唯一的方法, 我們必須與全宇宙, 以及一起去神, 是不可能的。 所以, 十字架不斷提醒我們。 聖餐保守我們, 阿門。 我們會繼續。 我們會繼續。 謝謝。 謝謝。